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期我已经把下水 防水 还有贴磁砖 这个全过程都跟大家说了 今天主要是说一下玻璃门的安装 这个玻璃门分好几种 有一种是三面墙的 有一种是两面墙 有一种是一面墙的也有 你像这个就是两面墙 两面玻璃 两面墙 首先我们安装这个的时候要看图纸 看看它这个玻璃门的安装的图纸 你像这个玻璃门的角度 就是通过这个小螺丝能调整 开关玻璃门的角度是可以调整的 这里面有的小技巧是需要看一看图纸 完了以后我们再操作 调整完这个角度以后呢 我们要调整这个玻璃门和玻璃墙的这个交接件 上梁和下梁 这个上梁和下梁呢 都采用螺丝固定 这个螺丝啊 和普通的呢 它是不一样 因为它这个垫都是用硅胶做成 软垫 中间呢也要套上软垫 套上这个软垫以后呢 紧玻璃的时候就不容易断裂 那玻璃也不容易坏 所以我们在紧这个玻璃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要过粒 玻璃呢容易手碍 下面我们呢 安装这个玻璃槽 这个玻璃槽呢 是固定玻璃墙 上下 下面要留上它两到三毫米的距离 我们好打胶 这个玻璃槽啊 要垂直 这门才正 这个 两面的玻璃槽嘛 因为是两面墙 两面玻璃 两面的玻璃槽呢 都要正 我们用水平尺 量好以后啊 画上线 就准备 转孔 在墙上转孔 这一条玻璃槽 这一条玻璃槽一般都转到两到三个孔 固定玻璃槽 这两面墙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操作方法 这个做墙的时候啊 就要垂直 这个墙不歪 贴磁砖呢 就比较正 这样呢 插上玻璃以后呢 也是正 下面我们 给这个磁砖 钻孔 钻这个孔呢 它这个钻头是 合金的 有合金砂 所以我们呢 要浇水 散一下热 因为钻的时候呢 会产生热量 缠热了以后 就把这个钻头 和金刚砂 容易脱离 这个它一脱离以后呢 这个钻头就报废了 所以用水冷却 是非常好的一种办法 钻完孔以后呢 打上这个膨胀螺丝 就可以固定 这个玻璃槽了 钻这个孔的时候呢 还是有一点诀窍的 这个钻呢 要摆动 不要在一个位置上 摆下钻 容易转裂磁砖 摆动呢 它会使这个钻孔 稍微加大一点 这个磁砖不容易断裂 特别是在 像这个孔 紧挨着磁砖的边缘 最容易断裂 钻不好就断裂 OK 非常好 我们固定玻璃墙和门内 主要是靠这个玻璃槽 和这个下面的胶 玻璃胶固定 所以我们在安装的过程中呢 首先要调整好玻璃门 各部尖形 把松紧度 都调整好 最后一道 把那个玻璃墙和玻璃门 下面垫好 用这个塑料 塑料片把它垫起来 垫好 这个墙呢 一定要离地呢 要2到3毫米 这样呢 我们开始打胶 打完胶以后 就不能动了 就等它干了以后 我们才能 再继续操作 我们一定要注意 把胶垫垫好 因为这个螺丝 不能和 直接和玻璃 接触 一定要通过 这个硅胶的胶垫 这样才能不伤害玻璃 上下梁 都要把它固定好 固定好以后呢 我们就 把胶打好 这个浴室基本就 大功告成了 下面就按一下 这个卫生拮据 这个卫生拮据呢 有各式各样 有的呢 好一点的带按摩 喷磷按摩 中档一点的呢 就是能分成几个水口 稍微低档一点的呢 很便宜 就是往墙上一挂 打开就 就淋浴 这样的也是最便宜 我们这款呢 是比较中档一点 上面有喷磷 手拿着可以喷磷 下面还有 所以这样呢 就是 能达到我们 夏天冲凉的 这个最佳效果 就可以了 这里提醒大家 就是 自己 DIY的时候 要细心 特别是 玻璃槽 和玻璃下面 容易漏水的地方 一定要打好胶 一定要打好胶 打好胶以后呢 你用的时候 就不会漏水 有的时候打不好胶 它会漏水 这种卫生结局呢 是上下可以变换 上下可以变换 然后冲凉呢 非常方便 到现在呢 我们这四期视频呢 基本上 就算到此结束了 这四期视频呢 主要是 给大家提个醒 大家自己DIY的时候 自己制作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 从第一期开始 没有这个状态的情况下 上下左右都 破旧不堪的状态下 我们到现在 比较完整地 展现给大家 我们再看一下 整个的这个 卫生间的装修 这边的是洗衣机 干衣机 好 这是沙瓦 好 就到这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